有触宝说的话 蚊竹突然之间长出了一根藤怎么办 触宝你看你不管它的话 它是这样 也挺好看的是吧 但是我这颗养的不是很好了 这个是我们卖剩下的 就是它是最不好的一颗了 留着我们就扔到这 也没人为的去打理过 所以说有这种藤子 你别去过多的干扰它 关于蚊竹这个事 我再给大家叨叨一下 就是你不论是谁 都很难控制这个品种的基因 因为它是播种的 你像我们有一千坪的土地 我们能播下去 差不多十万颗的温竹 都是靠播种 基本上长成型了 长到这么大了就开始卖了 就是你们买到的那种九块九 带个那种盆的那种 观景盆的那种东西 那种温竹 都是几毛钱的温竹 几毛钱的盆竹上的 九块九还挣你好几块呢 这个东西的一个缺点就在于 你有一些个温竹 你买回来不论是谁 它都养不好 明白吗 这个是很难很难去判断它的 好了 咱们再扯到这个条子上面 文竹呢 它本身就带有腾性 它在原本的时候 它长出来就这样 等长的时间长了 它就这样 很好看 很飘 很飘逸 那你看你自己了 有的话说 我不喜欢它那么长 如果你不喜欢那么长 你就送它见它娘 明白了吗 有的 这个是 有的话有不喜欢很长 就可以剪一剪 明白了吗 文竹是可以剪的 它比较耐修剪 懂了个事就行了 有的话说 文竹是喜羊的 还是喜阴的呀 文竹是喜阳耐阴的 文竹并不怕晒 有的话说 我的一晒就黄 那是品种不行 因为我跟你讲过 它是播种的 它没有经过 人为的筛选 明白了吗 它没有经过 人为的训练 我们这个就是 光照很充足 长起来的 明白了吗 你看长得也很翠绿 它需要去适应环境 而且 在整个养花行业里面 百分之百的人 不会去训花文竹 包括老华一 也不会去训花的 我们会进过来 一批放在那边 就是慢慢卖 就是 基本上我们 不怎么走量 就是为了训花 这个植物 慢慢地去训花 我们也不会去 专门训花它 你懂了个事就行 这是行业的痛点 老华一有时候 也很尽力 但是呢 有些个时候呢 你作为一个 从商人角度上来说 一直不挣钱 就没办法发展 希望未来有一天 我有这个能力 感谢大家的支持 觉得不错 记得点赞关注 我是老华一 眼花最专一 白了错不 明天 这会 我也不认识